不算再派人登陸月球 當然不少得新一代的月球車 負責這一項任務的美國軍工 近日公布班底 包括由輪胎生產商米芝蓮 設計月球車專用的輪胎 陸曉珊說 人類探月 印象最深的 當然是第一次踏足月球的一刻 不過在阿波羅計劃後期 移車代步都相當重要 人類穿了太空衣之後 徒步行不到太遠 有了月球車 才可以擴大活動範圍 半世紀之後 美國再次派人登月 各項相關技術大幅更新 月球車依然是重要一環 為了鼓勵民間參與 太空總署在7月 將新一代月球車的研發 交給美國軍工企業 諾斯洛普格魯曼統籌 近日他們宣布合作班底 例如月球車的電動系統 和防塵技術等 都有專門的公司提供 教授注目的是月球車的輪胎 由法國輪胎製造商米芝蓮負責 他們近年研究免充氣輪胎 預計將會用在月球車上 相比半世紀前的設計 新一代月球車壽命會更長 以及要能夠抵受月球的嚴寒夜晚 入黑之後溫度會降至攝氏 零下160度以下 將會是月球車的一大挑戰 由線電視機者 盧竣